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由TSL以及我GAMING 你們是首位各位帶著WGL APEC ASIA 黃金級第三季的季後賽第一天的賽事 我是今天的主播Cisco 在我身旁的呢依舊是大家熟悉的老面孔 賽評JJ老師 JJ老師你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賽評JJ 對那在經過六週的比賽之後 我們終於有最後的四隊前進到我們最後的黃金級的季後賽 但是要前進台北呢必須先通過禮拜二還有禮拜四這兩關的考驗 才能辦法前進我們在三月在台北的季後賽 那我們進到最後季後賽的四日隊伍分別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一龍 DPS公會組成的Team Efficiency T1來自日本的隊伍夏洛特老虎以及台灣的隊伍Postman 對不要以為台灣的隊伍來前進台北是比較簡單的 只是距離上比較近但是就是難度沒有變 最遙遠的距離就是像這樣子 對莫過於你家可能比賽場地不到20攻 我以為你要自表 就是 別提了 別提了 講感情這件事情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這一季的一個賽制已經改成了7-54 那在獲勝條件我們在季後賽打的是一個雙敗淘汰賽 就是今天我們會打出勝部的一個冠軍 如果你輸了一場也就是待會的 任何一支隊伍如果輸掉了在明天的 禮拜四的一個賽事還是有一個 一絕高下的一個機會 不過如果你是在所謂的雙敗淘汰賽就是 你今天輸了一場在禮拜四再輸一場 又是掉到敗部之後再輸就一定是 直接再見沒有辦法來到台北了 對那如果運氣好的話你是勝部冠軍 只要打一天禮拜二的賽事就可以出現 那我們本屆的條件也已經改了 那隊伍組成就是7-54 這我們介紹過很多次了 那雙敗淘汰的意思就是 每一支隊伍有兩條命的機會 輸一場不是代表直接回家 要兩場才會回家 對 沒錯 那這邊的話在打擊場的部分 跟BANPICK的一個規則也都跟季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我們會最後讓選手就是輪流BAN 那先BAN的就是在順位比較高的 也就是今天翼龍對要Horstman的話 就是翼龍會先BAN 那到時候最後選出來這兩張地圖 整個賽季裡面總有六張 BAN完之後只剩下最後兩張地圖 那今天選出來的地圖 在BANPICK已經看到的是Himmelstorff跟Stabes 對 雙方分別變掉地圖是Cliff Wurinberg Morvenka 以及Pogrovka 這四張地圖 第一張地圖是Himmelstorff 第二張地圖是Stabes 那這兩張圖呢 都會是由翼龍擔任先手方 Horstman擔任的是我們的先攻方 那這兩張地圖在季賽的交手成績上來講的話 在季賽期間Horstman跟翼龍的對決紀錄是5比1 Horstman不幸落敗 不過在Himmelstorff這張地圖呢 Horstman跟翼龍其實打的都蠻接近 是打到一個餐區處理之後才輸掉的 對 沒錯 那今天的最後選出來的這一支隊伍 其實今天就會打出一個勝敗冠軍 那勝敗冠軍他就已經直接確定他可以來到台北 對 但是至於是哪一支隊伍 我們都不知道打了才會知道 那Stabes這張地圖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Stabes這張地圖有交手過一次 那在季賽的時候Horstman跟翼龍交手的話 Stabes則是由翼龍大獲全勝 不好意思 那這邊的話兩邊還是一樣打一下 Ben Peek都還蠻保守的 都是打在季賽裡面最常看到的Himmelstorff跟Stabes 這兩張地圖那第一張地圖 Himmelstorff就要看一下兩邊防守的一個概念 是不是會走一個比較保守的一個開軍 因為其實來到季後賽 Cellie Bronze 你不太可能會去做一些四戰術的新戰術 如果真的是心臟很大顆的這樣一個戰隊 才有可能拿出一套嶄新 然後而且也是很有自信的這套戰術 那應該是場招蠻久 那兩邊選手已經準備完畢 那我們直接進入第一場的比賽 出身在地圖北面的紅色隊伍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擔任防守方的隊伍翼龍季賽 第一名的隊伍選用的是三台50-100 三台IS-3以及一台T37 而在南面的藍色隊伍則來自台灣擔任進攻方的隊伍Horstman 選用的是兩台50-100 兩台IS-3 一台KV-5 一台RHM 波熙格以及一台T37 Horstman這套配置之前有出現過 那大概的一個配置就是走一個5號線卡點 然後波熙格賽上一次表現得很好 因為對方剛好是往北面這邊突進 這樣看起來開局是有一點類似喔 對看起來翼龍好像還好沒有繼續往前衝 上一次波熙格在山上淘很多便宜 是因為對方已經從3號線走到中央公園的一個西側了 對不過這邊可以看到的話 翼龍這邊是兩台50-100還有一台T37 直接上山做第一波的清查 這樣的話Ginima的這台波熙格有點危險 這是刀爺 刀爺 這邊是刀爺的T37帶著兩台的50-100上山做清查 那這台 刀爺的T37應該會看到Ginima的波熙格 那在波熙格看起來是創128炮的 那假設如果有任何閃失的話 波熙格很有可能會不小心被T37繞死 也不是可能兩邊炭造了個面 雙方頭馬上退掉不敢往前進 因為不知道後面有沒有部隊 波熙格這邊沒有做預設 蠻可惜的 不然偷到這一炮有可能一炮就帶走了 對這邊小魔的T37應該是沒有 對這一次沒有上山去掩護波熙格 比如說稍微做了一點辯證 那也是怕對方可能是3號線的一個Rush 對那現在這邊的話在確定8號線清空了之後 Horseman似乎是 喔沒有大星星先撤一炮 這裡是他跟官人的IS3在相互對炮 這邊大星星先吃了第一發的虧 還好是無傷大雅啦 IS3吃一炮還算可以 對但是為什麼在這邊大星星會被看到 有點不太能夠理解 看起來是小地圖有點問題 嗯也有可能 因為我們從比 喔 官人已經拉稍微壓出來一點了 所以在這距離上的確是有可能看到 這是GINEMA的往GINEMA的波熙格往前 這時候 T37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而火力跟GRB兩台50100 則是在底下做待命 這樣的話我覺得在波熙格其實有點危險 這時候GINEMA在山上開始 狙擊在官人的IS3 後面 後面 HOSMAN似乎有感覺到情況不對勁 兩台50100選擇上山要來準備掩護 GINEMA在波熙格的側翼 是這邊T37來的時間點有一點晚 這邊這一台波熙格可能會在山上直接上命了 有可能 這時候就看GINEMA有沒有感覺到 這時候Rex跟Furuso這兩台50100上來了 這時候 這時候夢魂先吃了一發 這次打了400多滴血 那T37 小夢的T37可以出來炒一些便宜院 在這時候他的一個集火目標 並不會打在他身上 這邊已經換掉一台50100 夢魘率先陣亡 這時候GRB的血量也很低 瞬間被一個少打多刀也也倒了 這時候GRB的血量也極其可為 這時候三台車上去圍掉這台50100如果這台 這真的是賺翻天了 已經賺到兩台的8階車輛自己是沒有任何損傷的 對這樣的話車輛全面占優一個7打4一開 就打出一波0換3的交換相當的優異 在平面的戰場這一邊已經打到對方的Delta線 Delta這邊其實可以稍微hold住就好 因為大概知道對方的一個位置在哪邊 這邊是一個少打多 所以要等山上的這個車輛能夠有一些火力支援 或者是已經來到平原這邊來去做火力上面的一個掩護 再來做繼續的一個推進會來比較好一點 這時候Colin的KV5已經慢慢壓到2號點位附近了 這看起來是打算要站點 不過這時候一龍的部隊似乎有警覺 馬上針對2號點位做回防 不過這個在少打三台車的情況下 這波回防基本上是相當困難的 對基本上Tostman這時候還有3分多鐘 可以先reload完 我相信剛剛已經開始reload了 50100差不多剩下30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reload第二輪彈藥 就可以繼續往三下再衝一波 應該是蠻有機會在第一局的防守局 就破了對方的防守局 是有可能 這時候Rex跟Furuso應該是下山順便load 順便做reload 而Genema的波熙格繼續在山上做待命 因為波熙格是沒有辦法被捲進近距離交戰之中的 對而且還在遠處射擊 他的一個炮控也算是相當不錯 對這時候 遠距離的擊穿人他應該是125炮吧 128炮 128炮不好意思 128炮 那這邊Furuso衝過來了 這時候Rex先吃了一發 這時候Colin跟NUN還有大星星三台車 選擇從中央 從中央5號線壓進去開始做強迫站點 這時候Colin直接往前壓 似乎是不打算做站點要直接壓出去 跟一龍一絕死戰 對這邊是一個人數上的一個領先 所以就直接壓到官仁這一邊 跟他打一個1打1 然後後排的NUN 再繼續的吃炮 這邊應該是可以活下來 成功活下來 但是 這邊彈了一顆啊 官仁應該會被Colin跟NUN給擊毀 這時候後面大星星衝出去 弗路手衝出去率先陣亡 Colin也倒了 這樣NUN的血量也極其可為 NUN跟官仁都只剩下 一發的血量 這邊需要一發的一個援助 這邊是瞬間打成一個4打4的一個平手 這樣的話情況對Hostman失誤有一點點不利 這時候畫面 沒有沒事 盾了一下 結果NUN已經沒了 NUN已經倒下 而這時候火力 哇這時候小謀 在遠方是佔領1號點 這是一個看起來是一個掉虎離山之際的 這時候Ginima還在三 還在三角下做狙擊 這時候火力跟黑鷹兩個都是那一發的血量 但外圍還剩一台50100 這台50100如果還有彈的話 應該是可以 沒問題是可以把小謀給解決掉 那這邊看一下 正面Ginima的這一台 薄熙格是可以有效控制住在 在A5的這個位置 這個窗口的車輛 那這邊 這時候倒倒應該有看到 遠距離對砲 遠距離對砲有沒有彈呢 有彈這邊reset到 那這邊第二顆打下來 應該是沒有辦法拿下比賽勝利 沒有辦法了 這邊小謀已經倒下了 對小謀已經倒了 而這時候場上只剩下Ginima一台薄熙格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了 時間還有40多秒 40多秒要1打3 就算打贏了可能時間也不夠 對沒有辦法 那恭喜翼龍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對這邊其實很可惜喔 在前期的一個交換是 在山頂上這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交換比 但是在後續衝震的這樣一個選擇 我覺得是稍微有一點太 太怎麼說呢太莽撞嗎 或者是覺得太有自信 因為其實雖然說車上都沒掉 但是血量都很低 而且對方也是有50-100 那重點是兩邊的50-100的一個血量 有很大的一個差距 對我覺得第一個是50-100 Fluso跟Rex兩台50-100的血量 第一個當然沒有保存好是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他們在衝震的時候 似乎沒有選擇一個地方衝 Colin那個地方打輸官人的IS-3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因為那地方理論上講是要讓Colin跟Nan兩個人去做雙打配合 把關在IS-3夾掉之後 讓後面的部隊有辦法去推進 因為這個點要倒 至少在OB帶到的時候我看到彈一顆 那雖然說剛剛lag了一下 所以彈那一兩顆其實對於整體的一個戰果 是有很大的一個差距 因為一打贏如果能夠贏的話 Nan就可以將他的一個活力跟裝甲 是擺在外圍的50-100身上 那如果當一當自己的一個50-100已經沒有血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犧牲自己的IS-3跟對方做一發血量的交換 血量IS-3的血量換50-100的血量其實是IS-3算優勢的 那在你自己的隊友50-100都還在的話 彈藥如果能夠打在對方身上 而且是發發命中 其實我剛剛有看到有一顆彈藥是打在對方白腳IS-3身上 這樣一個測群的攻擊 你大概知道有不能夠擊穿的一個比例 有超過四成以上可能就不要去做太 我覺得太過於自信的這個攻擊 所以一個贏的局面打到輸 我希望Hoseman在這個狀況之下 必須要穩住正腳 因為我覺得在剛剛這樣算是一個大優 看似大優的一個狀態 但是還是說過了 就是Himersdorf不斷地強調 西北角防守陣型實在有太多一個窗口 跟地形能夠做一些運用 所以對於防守方來說的確是優勢 你即使是在山上這一邊有一個運氣很好的一個rotation 當中抓到對方的一個弱邊 因為其實大家都 其實翼龍這一邊是想要抓山上的波西哥 知道他是只有一台車 因為山下可以開得到嗎 那開完火之後他知道他只有一台 那看起來後面也只有一台T3C 因為先前部隊是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剛好小謀這算神算或者是也是 真的只能說是運氣不錯 因為在50-100對方移動的50-100上山之前 都還沒有看到這樣一個情報 那運氣不錯一個多打少 拿下山頂上的一個車輛優勢之後 再轉往三下打 其實就應該要打得再稍微保守一點 他們的確是將彈給漏完 但是一個衝震的一個效果 並沒有能夠拿出來 沒有運用的這麼好 因為其實自己有選擇一台KV-5 應該可以運用更多他的一個血量 跟他的討人役的裝甲去 卡在第一台車去做衝震 那一旦是將A5的這個窗口 KV-5已經衝過去之後 後面的一個車輛會再繼續被做追擊的空間 就來的比較小一點 這邊是相當可惜 在第一這個防守局 還是沒有能夠破到對方的一個防守局 那我們直接進入第二場比賽 第二場比賽兩邊配賽是一模一樣 出身在地圖北面的紅色隊伍 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職業隊伍翼龍 而在南面的隊伍則是單純進攻方 來自台灣的隊伍Horseman 其實剛剛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50-100進場的角度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問題 他從A號底線切進去 我覺得那個失誤 對其實可以分做兩條線 剛剛在地圖上面也有畫出來 就是一樣還是以一個35號的一個包夾 對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有人斷線 對應該是有人斷線 那其實我覺得KV-5打輸 對方的A號底線 是相當的可惜 因為那個是血量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打輸的 所以對於發炮來說 我覺得對於A號底線的 我覺得這看起來一定是 所謂的選手的緊張狀況 畢竟是一個季後賽 季後賽然後就是雙敗淘汰 身體這一邊的一個斜面 但是你比賽緊張 一看到對方的一個斜面 就忘記自己的一個角度 但是一個超過70度的話 一定是會造成彈彈這樣 對剛剛看到是一龍的火力斷線了 那我們給火力一點點時間 重新連線一下 因為在中國大陸那邊打比賽 我聽過他們在講就是說 就算用了VPN還是有時候會不穩定 有時候會瞬間掉線 或是瞬間紅燈然後999 然後再回來的情況 所以我們給火力一點點時間調整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賽現場 晚上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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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來了 雙敗 這樣 應該也有機會 剛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到WGL的比赛现场 刚刚连线的状况应该是排除了那我们准备进入第二场比赛 那刚刚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跟这次老师有讨论到第一场比赛 其实hostman是相当可惜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进入的路线错误 他们从3号应该讲说C线的那个 C线的那个走道进去就是一大错误 而且重点是六台车全部挤那个走道 那个是死亡路口 你要冲进去是基本上是很容易被挡住 正所谓双线进攻是一项高超的技巧 但是不能用在双线把妹 但是Cisco都只会双线把妹 但是主播台上他都是双线进攻 你确定 对就嘴炮双线进攻啊 但是自己也不会啊 你需要猴唐吗 不用不用 为什么需要猴唐 怎么了 你想要让我推坑推你入坑然后推的更顺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 我想让你体验一下Josa那天 礼拜五享受到太遇 你要猴唐吗 没有 我有看到你一直在表我 没关系啊 你可以用我的梗 然后一直抄我的梗 然后还在表我 我有抄你吗 有啊有啊 你就一直讲说 诶今天终于没有JJ 这不是我讲过的话吗 你可以不要一直学我 那你有猴唐吗 你有给猴唐吗 听说那个猴唐好像是叫我 我教你买的哈 呵呵 猴唐人员都会买 但是有人会想到拿来 赶快从桌底下拿出来 但是我看到他就是 哦我们今天是GOSA 就不要嘴炮那么多 但是我看得出来 GOSA是千百个不愿意收下来 你确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VOD 你确定 对 呵呵 相当确定 非常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那其实刚刚这两场比赛 呃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其实我们都带过 跟小某同一组 那对指挥观众整体的一个战队 呃 刚刚也有在聊天室有看到 的确是有一些lag的状况 有些时候是不可排 不可抗拒之因素 那在防守局这边 虽然说有个大优 但是最后是没有拿下 这一个破防 破发局的这个胜利 我觉得可以要 我最重要的是要稍微调整一下 心态上面 哦不应该是要责怪 可能有人lag啊 或者怎么样的状况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对于防守局来说 尤其是HIMOSTOFF 防守局掉了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自己的防守局 必须要稳固起来 我觉得这还是关键的重点就是 其实对于 呃 这算BOJO 因为总共会打8场 那8场的一个赛事里面 你必须要抢试 有点类似BOJO 嗯 这么垄长这个比赛 BOJO乘以7 是63分钟 光游戏时间 就是63分钟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这件事 更不用说中间的休息 我们今天有三场 对还有这个 在选手 还没有选定车辆 或者是他还在排除他的困难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两个要做的工作 所以63分钟之外 游戏的时间 我们在打屁的时候 对于选手来说啦 选手这时候也不是在休息 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去检讨 或者去反应 或者是讨论说 下一局要怎么样去做应对 会来的比较好 因为有些时候你第一场在lag 我相信 已经打这么久的一个赛事 大家都已经 而且也要先上来检录 检录完之后 他会去确认他的一个网路状况 在检录之前 当然有些人可能放寒假 有些人可能要上班 可能就另一帮别论 在游戏之前 他还是 选手都会有个心态 就是会在 最好是在比赛之前 一小时至两小时 先暖暖手 就是暖一些手感 你说这样子吗 或者是这样子啊 拿暖暖包这样子 对 拿暖暖包 暖暖包很好用真的 限价才真的要推进 你刚刚不就一直在这样子吗 在暖手 那个是杨桃池要摇 就跟你说 就跟你说 季后赛不要讲一些有的没的 没有 那杨桃池要摇啊 杨桃池你不摇怎么办 Sicco最喜欢用那个动作 他反正就是 除了暖手之余 也要确认一下你的网路状况 对 因为 线上赛有时候网路状况连线是不能够 不是选手自己能够掌握的 特别是 一龙的队员啊 或是 一龙队员也好 或是猴神面队员也好 有时候就是要 重连一下才会顺 这种情况 在所难免 所以就是要给选手一点点准备时间 那刚刚讲到就是赛前一个小时 去打个一两场野团 确认一下自己的 零件状况 也适应一下 目前的聘质 还有delay的状况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 你抓 你习惯抓前质量 跟当天网路的前质量会不一样 有时候就是要稍微多抓一点点 有时候网路好一点 就可以少抓一点点 是 就是要去适应 所以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选手 打比赛打那么久 要稍微知道一点点小技巧 知道怎么样去调整当天的状况 对 就像以前Bandman在打 在纽西兰打的时候都是200拼 突然到线下赛怎麼辦 好顺啊 怎么会这么说 怎么那么顺 就90拼好像这辈子没看过 就是两位数的 他还是必须要去抓前质量 那对于选手来说 不管是线上线下赛 有一些 基本的我们讲纪律性好了 就是在简路 简路这个是基本要做的 就是我们在赛制上面是规定 因为有一些MOD上面的问题 然后必须要请大家去配合 就是官方这边的一个赛事单位 简路是必要的 那在简路之前 或者是之后 你们不管是战术上面的讨论 或者是训练房之间的这个战术的训练 甚至是观察别人的RP跟VOD 其实有些时候 我虽然说会被对方给骗 因为在战 算是在第六周就开始 其实大家都在试一些新战术 打一些新地图 各种奇怪的招数 什么舞台KV5 舞台T49 这种奇怪的战术 那两兵选手 好像 连回来了吗 不对还是有的offline 火力好像还是连不回来 对那可能游戏 中间的一个时间是有点过长 这赛制上面还是有所规定的 如果DQ太 就是disconnect DC太久 DC太久 还是会有规定是会要求你要换人 对有可能 那现在就是要 现在我觉得就是要等了 因为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能要交给 赛事单位裁判去做判定 是要让两边队长同时同意说可以换人 那车单可以改呢 还是说换个选手但是要选用一样的车单 就是要等 呃赛事单裁判最后的裁定 对那我这边聊天室有人看到说我讲话蛮酸的 Sicco你会这么觉得吗 应该不会吧 你应该知道这是节目效果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这么委屈的看着我 我有苦难言啊 怎么会呢我看JOSA蛮开心的啊 JOSA蛮开心那是因为你跟他说他当然 他当然难开心 我也是常常各种的推坑他 你确定 我确定我确定非常确定 你是说那五爪苹果吗 五爪苹果那真的是太变态了 你是没有看过中华职棒 没有我是说你你做那个在镜头前面做那个 然后配上你的脸就是太变态 又说我酸了 这不是我问题吗 不是 他就看VOD啊 不是我当下我当下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动作 我当下是比完之后JOSA突然狂笑 我才发现情况不对 你不要 没事我不要包他了 JOSA是很清纯的 你不要污染人家 你确定 OK刚刚有观众在聊天室问说 陈正在微商场出波西格 那在Kimmelstove我们前面在讲说 压制西北角防守阵型窗口 A3 A4窗口的最好的武器就是波西格 因为波西格的隐蔽性 还有开火后的隐蔽技术都相当优异 不论是用128炮或是150炮 他的伤害和威力还有准度 都可以有效的把A4这台窗口的车给逼退 那对西北角防守阵型来讲 A4窗口这台车一被逼退以后 等于说他们的反应时间会被压短 因为没有办法看到底线 底线这两个通道进来的车子 什么时候会进来 还有是什么车进来 对 那之前我们也是有讨论过 就是波西格在车子 他的一个开火之后的隐蔽性 那躲在土丘后面 真的亮不到 对是正常状况是亮不到的 不过刚刚一龙已经对这个点位是有所防备 所以最后一次探头是 有可能是自己的灯炮亮之后就直接盲射就中 有可能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有人带BG 第一波交战的时候 这边队伍是全军先选择 只有波西格 但是没有关系 这边一龙的队友 火力的状况好像还是没有排除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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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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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